雅典是希腊的首都 是欧洲最古老 最富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 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在这里可以探索历史文化遗产 深临其境在两千多年的景点中 了解古希腊的政治 哲学 艺术 宗教 此外还可以感受地中海气息 品尝当地的美食 在雅典旅游 还可以更好地了解 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生活方式 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和阅历 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愉悦的体验 和美好的回忆 景点 景色虽好 但由于不懂希腊语 景点的介绍又不清晰 英文的介绍常常会让人们产生误解 因此 这期节目重点介绍 雅典旅游最精彩的景点和历史背景 以帮助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 对景点有更深的理解 也是雅典旅游不容错过的避憾景点 如果喜欢记着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景点一 赫菲斯托斯神殿 赫菲斯托斯神殿建于西元前五世纪 它是未纪念古希腊火神赫菲斯托斯而建 也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完整的神庙之一 神殿的建筑是古希腊典型的多利赫式建筑 采用大理石建造 它的立面上有六根多利赫式柱子 门廊上有两根柱子 周围是美丽的花岗岩台阶和墙壁 神庙内部非常宽敞 墙上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和壁画 其中包括了古希腊神话和赫菲斯托斯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景点二 阿塔洛斯柱廊 阿塔洛斯柱廊是位于希腊雅典古市场的一座古老的游顶柱廊 这座柱廊最初建于公元前二世纪 由班赴洛姆二世国王阿塔洛斯二世修建 于公元267年被海盗摧毁 后来在1950年代由雅典古典研究学院重建 显得是一座博物馆和热门旅游景点 这座柱廊长115米 有两层 底层有多利克式柱列 上层有爱奥尼克式柱列 建筑物曾被用作雅典人的市场和会议场所 阿塔洛斯柱廊尤其以考古博物馆而闻名 该博物馆展示了在雅典古市长广场和其他雅典地区发现的文物 博物馆收藏了各种物品 包括陶器 雕塑 硬币和名文 博物馆还拥有一些珍贵的古代文献和手稿 如柏拉图 亚历士多德等古代著名哲学家的 景点三 罗马市集 罗马市集是古希腊雅典市中心的一个罗马时期的市场和公共空间 建于公元前一世纪 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当时就有蔬菜 水果 鱼类 肉类 面包等食品交易 并举办葛仲市集和商业活动 罗马市集的建筑包括一座巨大的方形天井 周围是一系列的主廊 商铺和神殿 市集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塔内亚神庙 它是罗马时期的一个神庙 供奉罗马神话中的牛神 此外 还有一座废护斯神庙的神庙 供奉罗马神话中的财神 积构参罗马神话中的独特 哈德良图书馆是古希腊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古代图书馆 建于公元125年为罗马帝国的哈德良皇帝而建造 这个图书馆原本是一座古代罗马式的图书馆 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图书馆之一 哈德良图书馆建筑面积一万五千平方米 由四个一组成 中央是一个大广场 四周是一系列的筑廊 图书馆和学院 这个图书馆曾经收藏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手稿 包括许多古希腊哲学家 历史学家 诗人和作家的作品 是古希腊知识和文化的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雅典人的陵墓 比如建造派特农神庙的伊克特诺斯的墓地 这里另外的一个重要遗迹是雅典古城墙 城墙曾经是雅典的一个古老的防御系统 用于希腊波斯战争中的防御 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雅典的第一个城门和古代城墙遗址 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 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最为庞大的城墙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建筑物的地基遗迹 是一个周围被圆柱大厅所包围的长方形庭院 曾被当作宫殿 体育设施 也曾作为准备泛亚点游行的房间 每年一次的泛亚点节的游行在这里做准备 开始行进到未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点六 亚历士多德学派遗址 亚历士多德学派的遗址位于雅典市中心的Lighian公园内 亚历士多德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历士多德创立的一所哲学学派 学派成立于公元前335年 亚历士多德学派的校园在古代是一所著名的学术中心 这个学派对西方哲学和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包括现代逻辑 物理学 政治学等领域 这里有一个古老的神庙遗址 是亚历士多德学派的校园所在地 学院内有广场 图书馆 讲堂 会议室等设施 亚历士多德在学院内教授的课程有物理学 形而上学 伦理学 政治学等 他的学生们也在学院内进行讨论和辩论 亚历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 亚历士多德的学派强调实证主义和逻辑学 他认为哲学家应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并使用逻辑来分析和理解这些观察和实验的结果 景点七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位于雅典市中心的东南 是希腊最大的古代神庙之一 神庙是为了纪念宙斯而建造的 工程始建于公元前六世纪 完成于公元二世纪 神庙建有104根石柱 高达17米 现在只有15根柱子得以保存 其中最著名的是独立柱 石柱高达17米 直径为2.3米 由整块大理石雕制而成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柱之一 在神庙周围漫步 可以感受到这座古老神庙的宏伟和气势 景点吧 潘纳提纳伊克体育场 潘纳提纳伊克体育场又称雅典古体育场 是位于希腊雅典的一个古老体育场 也是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地 这座体育场最初建于公元前四世纪 是为了举办古希腊最重要的潘纳提纳伊克节而建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 这座体育场曾数次被毁坏和重建 最后一次重建是在1896年的现代奥运会之前 由希腊富豪乔治阿维拉科斯资助 恢复了其古代形态 现在的体育场长200米 该体育场以其独特的大理石座位和 幽形的设计而闻名 可以容纳超过6万名观众 这个体育场于1896年举办了第一界限代奥运会 并把起源于古希腊的马拉松列入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自此奥运会逐渐形成了世界规模的重要比赛活动 为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之后这个体育场还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比赛 其中有1906年和2004年的夏季奥运会 现在潘纳提纳一鹤体育场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近距离参观 了解体育场在古代雅典文化和现代奥林体克运动史上的里程碑的重要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读情侧赋 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景点九 国家花园 国家花园是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公园 位于希腊议会大厦和希腊总统府之间 占地16公顶 原本是希腊王宫的皇家花园 于1840年代向公众开放 这个公园是雅典市最大的公共花园 花园内有许多希腊独特的树木和植物 包括橄榄树 柏树 凤贤花 玫瑰花等 到国家花园可以走一走 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与我们所见到的不同植物 感受一下地中海独有的气息 国家花园内还保存有一些历史古迹与遗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点是 魏城博物馆 魏城博物馆建于2009年 是希腊最新 最先进的博物馆之一 魏城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 设计简洁 明快 开放 融合了当代艺术和古代文化的元素 集中展示了古代雅典魏城的文化遗产 博物馆的展览分为多个区域 从古代希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开始 重点展示了魏城上各个古代建筑的历史 建筑风格和艺术品 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古代艺术品和历史文物 其中包括雕塑 壁画 陶器 金属工艺品 古代货币等 这些文物反映了古代希腊文明的辉煌成就 也展示了古代雅典艺术的独特风格和特色 雅典魏城博物馆是一座充满艺术和历史价值的博物馆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古代希腊文明的瑰宝 了解到雅典魏城的历史和文化的魅力 景点十一 利卡维托斯山 利卡维托斯山 因发音比较麻烦 字母要开头 中文俗称郎山 山高277米 是雅典市内最高的山丘 是雅典知名的旅游景点 拥有美丽的景观和迷人的视野风景 从山的顶端 可以俯瞰整个雅典 远眺雅典魏城 宙斯神庙 奥林匹克体育场等重要的古代建筑和景点 登上山顶有多种方式 可以步行爬山 沿着山丘上的道路和步道攀登 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也可以选择乘坐缆车 从山脚下直接到达山顶 山顶建有教堂 咖啡馆和餐厅 山顶上面是免费的 到了傍晚游客会越来越多 要看到独特的雅典夜景的话 记着要早点到 可以站个好位置观看雅典城的美景 下期观看雅典城的美景 会渐看雅典城的美景 雪崎尖心 相当合处理 期望 先刘待在美景 后来 跟举方 我建计 的 靠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经典十二 国家卫兵换岗仪式 希腊的国家卫兵在英雄纪念碑前进行的守卫换岗仪式 目的是纪念为希腊国家独立而献身的英雄们 国家卫兵是希腊军队的一部分 负责守卫国家重要地点 如总统府 议会大厦和英雄纪念碑等 士兵身穿的服装是传统的希腊式特色军装 有白色的裙子 黑色的护腿和红黑白色相间的鞋子组成 士兵头戴高耸的毛皮帽子和装饰有流苏的胸甲 在仪式中 国家卫兵会做出一系列精彩的动作 包括高步走 正步 强迫翻转等 当新的卫兵接替原来的卫兵换岗时 会高抬腿部 用力地踢脚踝 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个动作被称为小马踢步 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匹马在用蹄子踢腿 这是希腊的国家卫兵在换岗仪式时表演的一种独特的步伐 最后是新士兵进入执勤岗位的表演 这个仪式是希腊传统的士兵守卫仪式 很有特色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前来观看 在旅游旺季 每个整点举行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点13 希罗的阿提库斯剧场 希罗的阿提库斯剧场是一个古希腊剧场 建于公元二世纪 名字来源于赞助人希罗德·阿提库斯 当时为了纪念去世的妻子 在公元161年修建了这个剧场 剧场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开放式剧场 可容纳5000名观众 剧场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升学效果 使得在没有音响设备的情况下 观众也可以清晰地听到演员的表演声音 作为雅典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 现在每年都要举办各种音乐会 戏剧表演和其他艺术活动 景点十四 魏城南坡 魏城南坡是指位于魏城南侧的一片区域 有许多古代的建筑遗迹 这个区域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居住区和商业中心 有很多富裕人家和工匠居住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 多数的游客是从西门的入口处进入魏城的 在这个南坡建有另一个魏城的入口 沿坡路上保留有很多的历史遗迹 游客可以多一个角度游览这个世界名声 中文字幕 李宗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景点十五 希腊的永恒雅典魏城 雅典魏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 位于雅典市中心 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古希腊的要塞 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群 魏城建于公元前五世纪 最初是用来保护城市不受外敌入侵的 后来它成为了雅典最重要的宗教中心 许多古代的宗教仪式和祭祀都在魏城上进行 魏城还是希腊文化和艺术的中心 许多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 艺术家 文学家和政治家都曾在魏城上学习 创作和活动 因此 雅典魏城被认为是希腊文化和民主的象征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来到魏城的大门处 希腊语叫山龙门 在魏城的西侧 有一座巨大的门廊 是进入魏城的主要入口 山龙门的建筑风格魏多利克著式 有六根石柱支撑着屋顶 山龙门建于公元前437年至432年间 是由建筑师米涅西赫利斯设计 当时是用来庆祝雅典的胜利和民主制度的崛起而建立的 旁边是雅典娜·奈克神庙 建于公元前420年至410年间 它是为了纪念雅典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而建造的 也是为了纪念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 神庙的名字中的Nike是指胜利女神 今天已被世界广泛使用 家喻户晓的耐克运动商品的名字就取自于这里 派特农神庙是古希腊雅典魏城上最著名的建筑 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 这座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 是为了纪念雅典城邦女神雅典那儿建造的 后来曾被用作天主教堂、清真寺和炮台 它的建筑属于古典希腊建筑风格 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和艺术的代表之一 派特农神庙的外部装饰非常华丽 以白色的大理石为主 有着丰富的浮雕和柱头装饰 在古代 这座神庙是一个巨大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吸引了希腊各地的人们前来参拜 由于其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 派特农神庙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也是游客来到雅典未成的避憾景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里克东神庙是雅典未成上另一个著名的神庙 鉴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供奉雅典 波赛东 伊里斯等神灵 伊里克东神庙的建筑风格独特 具有古典希腊建筑风格和伊奥尼亚式建筑风格的特征 它的墙壁上有许多浮雕 包括雅典 波赛东和伊里斯等神灵的形象 以及象征战争和胜利的图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侧的女神柱廊由六根穿着华丽衣裙的女神雕像之称 这些雕像被称为Cary Edith 原始的女神雕像献宝存在未成博物馆内 被认为是古希腊雕塑艺术的杰作 伊里克东神庙还因其历史和传说而著名 据传说 它是建于雅典神话中的英雄伊里克修斯 和雅典那之间的争斗地点 它还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 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之一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喜欢的话 请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